这个女人被人绑在椅子上 男人拿来不明液体就对女人进行强行人工授业 完事后就被荡成牲畜圈养在农场 十个月后 宝宝成功降生 还会被强行带走进行检测 不管哪一项不喝哥就会被一把摔在地上 最后被加工成美食卖给哪些有钱人 从此 女人胸口就会带上两个稀盘每天不停的产奶 这天 隔壁一个满身伤痕的女人告诉她 这里是一家人肉工厂 女人就是他们的赚钱工具 女人们每年都会不停的被人工受孕 等到女人无法再怀孕的那一天 她们也就失去了价值 随后就会被做成人肉叉烧包被吃掉 可话音刚落 几个面具男就走了进来 他们拔掉女人身上的吸盘 随后就被荡成牲口似的被当场秃载 很快女人就被切成无数小块打包带走 亲眼目睹一切的小美瞬间被吓傻了 就在这时 大门再次被打开 原来是刺激的男友小帅 她逃了出来 在这危机时刻第一时间还赶来救女友 小帅是个难得一遇的好男人 随后两人便互相搀扶着跑了出去 很快 两人便来到一个仓库 幸运的是 这里还有辆卡车 小美赶紧爬到驾驶室准备启动 可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小美赶紧下车带着男友躲到车后 面具男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 于是便进来查看 但最终还是没有发现什么 随后小美两人赶紧从另一边逃跑 不知道跑了多远 他们来到一个教堂 不幸的是 有个面具男也过来了 两人见状赶紧躲进了一间小黑屋 面具男进来后便开始了祈祷 小美一看机会来了 于是搀扶男友打算离开这里 可下一秒 抖音 我这就会让你脑子 似手 我上了 我上碰到 裂面 我渙辞 小美赶紧躯 瓶得